大家好,又是我達達 早幾天,Lokia將Migo Handset UX 手機版本的 Migo 預覽版 放在他們的伺服器上 如果大家有一部Lokia N900 都可以下載一個圖案的檔案 將它抄回Migo SD 卡上 然後用它來開機 試玩一下下一個世代Migo是怎樣的 詳細步驟可以看我Vlog的文章 我這次示範一下Migo的用戶介面 讓大家看看感覺是怎樣的 當我們將Migo Handset UX 的圖案寫在Micro SD 卡之後 我們就可以用Mimo Flasher的工具 透過系統管理員的身份去執行 接著就打回相應的指令 類似這樣的 不過大家的圖案的位置可能不同 所以大家要留意 改回你們自己的機器相應的方法 這個就是Ninux kernel的一個圖案 大家下載的時候會有兩個圖案 一個就是你們剛才預備的一個圖案 寫在Micro SD 卡上 另一個就是這個新版本的Ninux kernel 我們這個指令的目的就是 要N900用新版本的Ninux kernel去開機 就可以進入Migo Handset UX 的圖案版本 我們試一試這個動作 我們走著這句指令之後 你會看到是適合USB device lock 因為我們未將N900接駁在電腦上 所以會出現這句句子 我們現在就做這個接駁動作 這次就很感謝Lokia香港那方面 借出一部測試機 我們先關掉這部機 現在關掉這部機 然後按住U按鈕 把連接電腦的Micro USB線插進去 電腦那方面就會有些動作 便應一些動作 我們要等一會 這部測試機就是Lokia給我們做一些跟Migo有關的實驗 將來如果Migo的Handset UX繼續有些新版本 我們都會用這部機去做不同的實驗給大家看 讓大家體驗一下下一世代的Mobile OS是怎樣 當然這個版本還是非常初步版本 將來的Migo的手機版本也會有幾款 一款是Ninux Foundation自己出的版本 另一款是Lokia自己也會設計的一個更新的介面 我們現在試一下預覽一下 這個Ninux Foundation的版本 加上Lokia的使用方法是怎樣的 現在我們會看到 這個鏡頭已經發揮進去 現在背景的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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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就看到Migo家族的成員 就拿著手機 其實這個UI本身就未必是Lokia 或者其他使用Migo的廠商的UI 這個純粹是Linux基金會 開發Migo之後提供一個參考的正式的UI 大家也可以看看這個UI有什麼特色 但以後Lokia的機器未必是這樣 使用這些Icon或擺位 甚至未必是跟這些程式的 但大家也可以看看Migo本身有什麼 比較特別的元素可以在這裏參考一下 這裡我剛才按了這個按鈕 本身應該有一個印象 即是Icon不見了 應該是8月3日這個標 即是有些問題才會這樣 這裡本身也有一個按鈕 亦是不見了 不要緊 我們看到這顆橙色較高的按鈕 就是一個程式頁 其實有兩版程式 你看到兩點即是有兩頁 即是有三頁 即是類似Android的設計 例如我們走一走一個程式 例如SMS 這樣才算 你看到運行中的程式 會有些東西轉轉轉 但是實際上是有很多限量 因為這個系統的功能還未有優化 因為這個系統還未有優化 所以應該是比較長時間 而且這些程式本身都還未能使用 所以我只會給大家一個 給大家看一個 將來這個會是怎樣 譬如這個 SMS 的程式可以示範 有些 contact list 可以發送給不同的人 亦都可以打字 因為這些 icon 始終都不知什麼事 所以其實估計是怎樣使用呢 都自己卡入股了 我剛才看了這個 SMS 又看了另一個程式 例如聽歌 聽歌這個程式是未開發的 純粹是放一個 icon 在外面 寫著 This is a place holder for the Migo Music Application 可能真的不同廠商有不同的程式 另外亦都有其他程式 亦有地圖 以後如果有Lokia 就會跟著 OV Maps App Up 就會是 Intel 的 App Store 以後Lokia 手機就會跟著 OV Store Camera 就會拍照 這些 Chat 應該是 IM People 應該是 Contact Help 或者 Calendar 這些 另外一頁 還有一些 插機畫面 還有一些 估計 RSS 估計 Trayler 等等 這些 都未開發的 有一個名字叫 Lock 可以看一下 Lock 它是鎖機畫面 這是鎖機畫面 你可以看到大大日子的時間 這個時間還未可以調校到香港時區 所以應該是隔南威治時間 隔南威治方法是每間廠商都不同的做法 這個比較可愛 這塊是不知是甚麼 這個按鈕是爛了的 把這個放在這裡 就可以隔南威治 常用的App 會在下面四個 一個是E-mail 一個是Satix 一個是電話 一個是Web Browser 我們按一按電話 電話應該是未有任何東西看著的 對了 它自己消失了 Web Browser 也是 E-mail 簡直說未有這個 也是一個Play Holder 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 Satix 這個選項 Satix 就可以看到 這部機的設定 包括網絡設定 可以給大家看看 那你見到Wi-Fi 那你見到Wi-Fi這裏就是on 那其實 即是說Wi-Fi的Driver已經寫了 那你見到有不同的 就是Wi-Fi的Network 搜尋了出來 那當你去Connect的時候 就是這樣 我們嘗試去Connect 如果有密碼 它會叫你打密碼 那其實按左上角 這顆按左上角 就會好像MIMO那樣 進入了一個 Task Switcher的模式 那它是怎樣做Switching的 那我開了一兩個APP 給大家看看 那我開了一個SMS的程式 那我按一按這顆 左上的按鈕 那你見到 就會有兩個 兩個APP 就開了出來 那我其實 又是這樣數下數下 就會看回 我現在開了哪些APP 那這個設計 就跟PAM的WebOS 就是那個卡系統 就有些類似的 但是別人的卡系統 就是向上數的 那個Thumbnail 就會關掉APP 那這個 這個做法 這個關掉APP的做法 在MIGO上 就是用MIMO5的做法 就是按右上角的 卡通叉按鈕 那這裡應該有一個按鈕 但是也是不能出的 那這樣就關掉APP 那其實我個人比較喜歡MIMO5的那種 會自己一版過看完所有 在開的APP的做法 那因為始終這個 如果多開幾個的話 要不停向左向右掃 那不是那麼方便 但是可能因為考慮到一般用家 比較容易用的元素 所以就這樣設計 那其實呢 其實呢 大部份APP 都還沒有準備好 也沒有什麼可以展示給大家看 那 大家如果想 試玩的話 那其實 那 我未必建議大家這樣做 因為始終的步驟是比較繁複 所以 如果大家想用MIGO的話 就要多等幾個月 等一些比較成熟的版本出來 那才可以考慮使用 因為 之前我們都看過網上流傳的一些片段 就是說 有一部Intel Mustang CPU的手機 機器 它應該是叫Alpha的原型機 就行一些MIGO的手機介面 也有MIGO的APP 那它本身有的APP 可以用到的數量是比較多 可能因為硬件的結構不同 有些移植的工作還沒有做齊 所以就要等多幾個月才會比較看到MIGO 是N9000 或者其他Lokia 甚至乎其他手機平台 即手機品牌的應用是怎樣 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本身有一個像Android的設計 拆下來就會有些狀態訊息 按下按鈕 這些按鈕都很爛 不知為何 其實這個設計有點像Android 也有點像WebOS 也有點像MIMO的設計 如果大家想寫APP 就可以用Nokia QT的SCK 去做一個開發 當然MIGO還未推出 所以要多補充MIGO的Forum 或者QT的Forum 才可以看到更多的資訊 這次我先介紹這麼多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 歡迎在我們香港 MIMO Mobile MIGO User Group 裡面的討論區留言 或者在我的Blog的這篇文章 下留言也可以 這次就這樣